召变 召变来 魏无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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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救救他吧 我这怕 这怕已经出事了 你 你是温情 魏无县 报恩就不必了 你和江城离开后 无论这场战役结果如何 我们都两个相欠 后悔无期 救救你 救救你 救救温宁吧 还来不及了 温宁怎么了 欣子勋把他抓走了 抓走了 好几天了 我去求过别的人 看看办法人礼物 所以 我就来找你了 魏无县 我 魏公子 你救救温宁吧 现在只有你能救他了 进江文学城 墨湘童秀原著 猫尔FM出品 北斗企鹅工作室制作 寻生工作室协作 玄幻广播剧 魔道祖师 第三季 第三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忘记 今日金林台设的是司宴 你若无兴趣 可早些离席 嗯 忘记 你心头可是有事 为何一直忧心忡忡 兄长 我 想带一人回云神不知处 带人回云神不知处 带回去 藏起来 藏起来 可他不愿 忘记 这条道是你能走的吗 谁让你乱走的 失礼了 子勋公子 我初来金林台不太认路 方才见泽吾君和韩光君 也往这边走 真好笑 你是什么人 和他们能一概而论吗 子勋 子勋 金林台上道路复杂 愿不得苏公子走错路 行了 行了 你来了就自己应付这边吧 我要去招待贵客 这不是聂宗主家的吗 随我来 随我来 这边请 苏公子 你随我来吧 你认得我 自然认得 为什么不认得 我们之前不是见过一面吗 苏敏山 苏公子 你的剑法可好得很哪 上次摆凤山为恋 我就一直在想 这样的青年才俊 不到我们家就可惜了 后来果真到了我们家 可把我高兴坏了 练方尊抬举了 朵延厅在这边 请 咱们走快些 宴席就要开始了 多年未见 想不到你也投入兰临末下 这可真是缘分哪 是啊 是啊 金宗主还真好奇 可思宴半大 那不含糊啊 忘记 这茶是阿瑶特地为你我选择的 尝一尝 蓝宗主 韩光君 我敬你们二位一杯 子萱 你忘了蓝氏龟训神上刻着三千条家龟呢 头几条就有记酒 你让他们喝酒还不如 咱们金家蓝家一家亲都是自己人 两位蓝兄弟若是不喝 那就是看不起我 参愧 姑苏家训严苛 不如我和旺姬以茶代酒 什么都别说 蓝宗主 咱们两家跟外人可不一样 你别拿对付外人那套对付我啊 一句话 你就说喝不喝吧 蓝宗主他们之后还要御剑回城 饮酒怕是要影响御剑 去 蓝宗主 喝两杯难道还能倒了不成 我就是喝上八大海碗 也照样能御剑上天 这里不是公苏啊 喝一杯也不会入了 蓝宗主 来 干了这杯 这 我带他喝 你满意了吗 贝 贝公子 魏无羡 他什么时候啊 他什么时候来的 刚才啊 你看见他来了吗 没有啊 我也没有啊 是啊 不知魏公子光临金灵台 有失远迎 需要设座吗 哦 对了 您可有请帖 不了 没有 这位金公子 借一步说话 有什么话说 等我们家宴客完毕之后再来吧 要等多久 嗯 三四个时辰吧 或许五六个时辰也说不定 或者 明天 他是不能等那么久 不能等也要等 不知魏公子 你找子勋有何要事 很急迫吗 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蓝宗主啊 来来来来 你这杯还没喝呢 好 既然金公子不介意 那我就在这里直说了 请问你知不知道温宁这个人 温宁 不知道 这个人你一定记得 上个月你在甘泉一带夜猎 追着一只八亿福王 到了齐山温市残部的聚居地 或者说居禁地 带走一批温家的俘虏 为首的那个就是他 不记得就是不记得 我可没那么闲 还费心去记一条温狗的名字 好 我不介意说的更详细些 你抓不住那只蝙蝠王 恰好遇上前来查看异象的几名温家门生 你便逼他们背着赵阴棋给你做耳 他们不敢出来一人磕磕巴巴和你理论 这个人就是我说的温宁 这一耽搁 蝙蝠王逃跑了 你将这几名温家修士 暴打一通强行带走 这几个人至今未归 除了问你 魏某实在不知道还能问谁呀 魏无羡 你什么意思 找我要人 你该不会是想被温狗 出头吗 你管我是想出头 还是想斩头呢 交出来便是了 你 魏无羡你可真嚣张 今天我蓝灵金氏邀请你了吗 你就敢站在这里放肆 你想翻天哪 哟 你这是自比为天哪 恕我直言 这脸皮可就有点厚了 我 我没说 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 年轻人何必动气 不过魏公子 我说一句公道话 你在我蓝灵金氏开设司宴的时候闯上来 实在不妥 金总主 我本病无意惊扰司宴 得罪了 然而这位金公子带走的几个人 如今生死下落不明 其中一人 与我有救命之恩 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不忘海寒 日后赔罪 有什么事不能往后放一放的 来来 你先坐下 我们慢慢说道 金总主客气 不做了 此事不能再拖 请尽快解决 急不得 细数起来 我们也有一些事尚未清算 不容再拖 既然你现在来了 那我们就趁此机会把它一并解决了如何 清算 清算什么 魏公子 这件事情 我们之前也和你稍稍提过几次 你不会忘了吧 在摄日之争中 你曾经使用过一样东西 哦 你是提过 鹰虎符 怎么了 据闻 这鹰虎符 是你从屠戮玄武洞底得来的一柄铁剑的铁精所融住 当时你在战场之上使用过一次 威力害人 导致一些同修也被其余力波及 请说重点 这就是重点 当初那一场大战 不光温室 我方也颇有些损失 我认为此法宝难以驾驭 担忧一人保管 恐怕 金总主 容我多问一句 你是觉得齐山温室没了 蓝陵金士就该取而代之了吗 什么东西都要交给你 谁都要听你的 看蓝陵金士这行事作风 我险些还以为仍是温王盛世呢 魏无信 魏无信 你怎么说话的 我说错了 逼活人为耳 稍有不顺便百般打压 这和齐山温室有什么区别 自然有区别 温狗作恶多端罪有应得 我们不过牙还牙 又有何可指摘 谁咬了你你让谁还 温宁这一只 手上可没沾过什么血腥 莫不是你们还想来连坐这一套 魏公子 你说他们手上没沾血腥就没沾了 这只是你的片面之词 证据呢 你觉得他们滥杀了 不也是你的片面之词 难道不是应该你先拿出证据来吗 怎么反倒找我要 胡叫蛮缠 胡叫蛮缠 当年温室屠杀我们的人士 可比这残忍千百倍 他们都没跟我们讲道义 我们又为什么要跟他们讲道义 温狗作恶多端 所以姓温的皆可杀 不对吧 在座的不就有几位 正是原先温室附属家族的家主吗 既然只要是姓温的 就可以供人随意泄愤 是不是我现在把他们全部杀光都行啊 魏英 你要做什么 你想干什么魏无羡 魏公子 你千万不可冲动 一切好商量 魏无羡 江 江宗主不在这里 你就如此肆无忌惮 你以为他在这里 我就不会肆无忌惮吗 我若要杀什么人 谁能阻拦 谁又敢阻拦 你 魏无羡 你 你拿笛子出来做什么 这里可是金灵台 北英 放下陈青 金子轩 我耐心有限 人在哪里 我只给你三声 三 我说了我不知道 二 你 你要如何 一 罢了罢了 不过几条瘟狗 自己去穷齐道找便是了 你早说不就行了 这傻伤可算走了 他放下笛子都举起来了 吓人啊 数字狂妄 父亲 父亲有事先走一步 望诸位海寒 王长师 歌舞准备好了吗 还不快换上来 是 是 是 来来来 我们继续喝啊 好好好 继续吃 这个魏公子真是太冲动了 他怎么能当着如此多佳的面 这么说话 他说的不对吗 对 是对 但就是因为对 所以才不能当面说呀 这位魏公子 当真以心性大变 只希望他能顺利找到要找的人 不然看他这架势 怕是会掀起风浪来 快点 再走快点 王姑娘 这接下来的路不好走 不如我给你找个地方休息 我一个人去 一定会把温宁带回来的 不用 不用 我要去 我一定要去 那你也吃点东西吧 不然药撑不住了 吃个满刀吧 我就知道 我不该离开他 我就知道 放他一个人是不行的 他行吗 他不行啊 阿宁他从小性子就畏畏缩缩 怕是有胆小 连手底下的人 都不敢着脾气大一些的 竟是跟他一样 唯唯诺诺的 他于是没有我 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我吃完了 我们快走吧 嗯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就快到了 没事 我没事 meio within 渐渐渐渐? 无德无能 罪该唤死 是婆婆 西山温室 无德无能 阿怨啊 阿怨乖啊 再等等就好了 婆婆 我没错了 婆婆是我 我是文晴啊 我真的没错了 这是你们练起 你刚才扛的旗子在喊什么 这 这是在干什么呀 这些自我羞辱遭见人的法子 也亏他们想得出来 你 阿怨 你是 阿晴 是我 是我 婆婆 阿宁呢 四叔他们呢 阿宁呢 你 你快走 这里有好多渡宫 会打你的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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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来了 你是打哪儿来的 谁让你在这儿乱闯的 我找人 我找人呐 管你找人还是人找 走 再不走 再不走如何 魏无羡 是魏无羡 为什么会来这里啊 别招惹他 这几天新送来的温家修士呢 这里所有的战俘都是温家的修士 每天都有新送来的 我弟弟是金子勋带来的 他 他大概这么高 不怎么说话 你说话结结巴巴的 姑娘你看 这里这么多人 我们哪儿记得清一两个人接把不结巴的呢 他肯定在这儿的 阿宁 阿宁你在不在 阿宁 阿宁 阿宁他们人呢 你们把他们藏在哪里了 说呀 姑娘你别急啊 我们偶尔点名也发现 这有人会自己跑了的 你弟弟他说不定 他不会跑的 婆婆他们都在这儿 我弟弟不会一个人跑的 不然你慢慢找 所有的人都在这儿了 要是还找不着 我们也没办法啊 所有人都在这儿了 是啊 好吧 我姑且当活着的都在这儿了 那么其他的呢 什么意思 您可不能这么说话 咱们这儿虽然都是温家修士 可没人敢闹出人命来 鬼弟一全行啊 你还在干什么 是 有没有 我一找便知 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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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吗 阿宁 阿宁 你看看姐姐 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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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是谁杀的 卫公子 这话你可别乱说 这儿可没人敢乱杀人啊 他是自己干活不小心 从山壁上滚下来摔死的 没人敢乱杀人 真的 是 是 先证万证 先证万证 我明白 因为他们是温狗 温狗不是人 所以说杀了他们也不算杀人 是这个意思 对吧 还是你们真觉得 我会不知道一个人是怎么死的 他被虐打致死 动手的人不止一个 所以你们最好马上自己站出来 不然我就只好宁可错杀 也不放过了 云梦交世和兰林金氏眼下正交好 你可不能 你很有勇气 这是威胁我 不敢不敢 好 既然你们不肯说 那就让他自己回答好了 卫公子 卫公子手下留情啊 你这一冲动 后果是不可挽回的呀 不可挽回 温穹林 谁让你变成这样 你就让他们获得同样的下场 我给你这个权力 请算干净吧 为了 孩子 你走 他走 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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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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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魏先生 怎么 山谷那头有间屋子 是蓝陵金氏的人用来 用来把人关起来打的 打死的就直接拖出去埋了 温年公子的下属还有些在哪里 洛汐 你自己走吧 这银马上就不是人能留的了 四叔 你也没事吧 也不知道秦姑娘她们怎么样了 是啊 还有温年公子 有两身内奸 是谁啊 你们是温家的 有主 你是谁 你把秦姑娘怎么了 免心是温年下属 废话少说都出来 你要干什么 你快把秦姑娘放下 各自找马 赶快 不行啊 我家温年公子 温年公子怎么办 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够了 温年 过来 温年公子 温年公子 愣着干什么 上马啊 不行 不行 婆婆 不行 婆婆不能一个人骑马 快把他扶过了我带着 那阿渊怎么办 你怎么能带两个 还有小孩 把他给我 婆婆 过来 都跟我走 好 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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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洒洒时间 整些量分极轻浊 探尺将会最难洒脱 从天到寸不寸 鲜煞身躲 恍然不过长雨后 谁说 谁说 心 今世前生再拉扯 初始 那酸出谁 山谁鹅 像 拼湖落实 其经过 惹心动 风流尽刻 好好翻天融星魔 三千名书 记在谁手掌中 互乱的消磨 鸣神情烽火 生错死别 三心死我 可不得羞弱 先思铭静 先名追究 你当何 先小心 心事无人可脱 两行泪一千半 心思刹那波 黯然情歌 为谁落 青昏夜色 玄武冬季发现了 这孤单的乌鸣轻薄 如洗瓦 心情深奈了缘火 风浪灰雨火 我从谁是傻 归 把你我痛到疏痛 来 寒月故地回痛苦 去 愿归航陵 一只风 天舞蹈 担忧我做主 半生风流尽尘土 归梦忘乎 为公众摇抑 一日等半戒不负 好事不可数 半生中再见 两月同处 如历历残暮 回天发树 重祈祷 故身荒谱 怕事来事错不顾 思量还未 前半会很刹那路 自负 尽如追慈枯 幻想不散 多你的羊会错骨 学习不知野火裂谱 黄卷路 你收集和谁远步 只求千万醉坊 那羽终 我先里扫 好 好 好 我先里扫 心如风流汤杯一谈话 心有节深有节三十桑 谁有光雾素愿旧场魂归处 那桥闻时恍如朝露 随街的事是非非曾曾无 不及的依然相骨 终身皆苦所思所念留无处 等到莫获许名臣服 恨之恨是与非难得苦涂 落得情愁满缘解作苦 山岳日暮携手同行天涯路 心头刺有烈火漫步 舍败胜心得有军公罕书 江湖天资场醉正不俗 我没听过卫英说这句话 也没听到他表露半分对江宗主的不敬之意 相信我 人真的饿极乐的时候 什么东西都吃得下去 没有人会为他们说话 更不会有人为你说话 你气了吧 搞知天下我叛逃了 你感觉携卫英俊的不敬之意 你就让人想拿回去 什么东西 里面是听到你 今晚我发现 你感觉你将来